這個什麼綜合練習裡面這個格式 是民國年 把斜線改成點 月份變兩個 如果個位數補0的意思 後面加週幾 那這個怎麼做按右鍵出現在格式 其實理論上裡面有沒有固定有這個這個日期呢 其實你會發現了即便是中華民國例 裡面也沒有我們要的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你因為沒有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有一些規則 那怎麼改一找接近的假設他比較可能比較接近這一個吧 不過還是離很遠沒關係 我們至少知道說這個地方顯示的是民國年 接下來第二個按制定 制定完之後請你把你需要改的 比如說斜線改成什麼斜線改成點 先改有沒有你會發現上面會顯示點出現了 如果兩碼的話呢 記得用MM DD 這個是固定規則 如果要後面加上什麼呢 加上刮鬍裡面要放週幾的話 記得 打三個A 如果你要星期幾的話四個A OK這樣就好了 OK按確定我們看一下格式對不對 格式就是我們要 民國年點然後 如果個位數補0 那不過同學比較會疑惑就是說 這裡面為什麼週幾這個 OK其他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改的話 記得用制定就可以了 制定完之後的話按右鍵 除了格格式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呢 如果你是格式的話 只是表面上讓你看到以為是這樣子 但實際上裡面存的還是 2017 有沒有 今天 今天的 那個日期 就是那個 他只是表面上改 好那這個地方你想說為什麼是AA 其實道理很簡單 我是切到日期裡面 的 犀利 這邊會有一個週幾對不對 那週幾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週幾裡面 他的那個公式用的是什麼符號 什麼樣的 規則 那你可以先選擇那個 週幾 切到制定 這邊不就告訴你什麼 AA了嗎 OK 所以 前面是語系啦 前面這個不用管 分號後面這個也不用管 反正就是這個中間這個東西 有沒有 三個A啦 那如果我說你以後是星期幾的話 切過來 四個A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用拼湊的 反正你找到這個跟這個 拼在一起 這個就是兩個拼在一起 利用什麼 用制定的方法就OK了 好可是做完之後的話 A會有幾個可能的 假設啦 比如說我希望後面請你幫我把他 把需要的東西 如果我希望 這邊總共有四個訊息 民國年 加 月加日 然後再加週幾 那如果說我希望呢 請你幫我做一件事啦 可能剛好呢 我希望幫我把一個訊息呢 把它拆開來 拆成什麼呢 拆成四個 或者週幾 類似這樣 那假設啦 我希望請你幫我把這些訊息喔 幫我把它拆開來 直接就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四個 裡面 那你可能第一個想到 以前又學過什麼 插入環數裡面呢 那我要前面 前面 106放這裡好了 那你直覺想說 前面三個字 那就是什麼 用文字裡面的什麼呢 Lapt 有沒有Lapt 然後呢這個給他 三個字 不過你會發現切出來變什麼 429 為什麼因為裡面我講過嘛 裡面其實 真實的 它真實的 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不能你切割它是42908 所以如果你用切割你以為 它是長這樣子 但實際上呢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為什麼會變這樣 因為格式的關係啊 所以很多地方 外面長的樣子 不代表裡面也是那樣子喔 很多以前有裡面是因為格式的關係 好 那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把資料抓過來 而且是正確的 幾個方法 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假設你要抓這個裡面的 黏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 如果不用文字的方式 你可以用什麼 日期與時間裡面的意兒 我前面講過嘛 意兒函數 那你可以把這個資料抓過來 可是問題它是 2017 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 檢掉 1911 嘛 OK這個是固定規則 民國年不就 106 對不對 可是檢完之後 它會是這樣子怎麼辦呢 很簡單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因為 只要你裡面有日期 日期計算完它回來 就自動幫你套用日期格式 可是我們不是要一個 日期格式啊 我們是要一個數字 所以你可以 把它改回什麼 通用格式就好了 所以只要有日期計算 很有可能它回來是一個日期 月怎麼做呢 其實再來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的用month 對不對 所以YMD 後面不是有YMD 其實就是 YMD YMD Day 不過 假設要補零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可能你還要再用什麼 用 Test函數 或者是你還要怎麼樣 在這邊怎麼樣 再把它格式化嗎 MM 所以這個可能會有點問題 它回來 沒辦法自動幫你補零 除非你再把它格式 那月的話呢 這個也是一樣你可以用什麼 Day Day的話呢就抓這個裡面的Day 然後裡面的話你可以按 按確定 22應該會過來 沒問題 那週極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用什麼 用 星期幾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用可以什麼 用weekday 對不對按確定 然後抓這個 時間裡面 不過它回來就5 那5不對啊 怎麼辦 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 按右鍵 裡面儲存的格式 裡面呢再把它改成日期裡面的 週期 OK這樣子 OK方法一 我們用了 year month day 加 週期的 加那個 weekday OK 這個是方法一 可是 這個方法會有一些些問題 你還在轉 可是 方法二是怎麼樣 你想說有沒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乾脆我直接怎麼樣 可不可以幫我把這個東西 直接就幫我轉成一個文字 那我就把它當成文字來切割就好了 比如說我要切前三個字 那我用lap 那我要切中間的話我用mid 啊mid的話就一直切著切 不就可以很好切了嗎 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有可能 OK 這個也就要補充 因為工作裡面很多人常常問類似的問題說 老師為什麼我日期一切 他就給我切奇怪的東西出來 喔 很簡單 基本上 主要原因是因為裡面是數字 可是呢如果說將來你遇到一個格式 他有個格式 你看到了 可是你卻沒辦法抓到真正 你看到的東西的話 你只要 透過 一個函數 就可以幫你 轉成你要的那個文字 就是轉換 轉換 那可以透過誰去幫你轉呢 你可以透過一個 我把這邊這個delete掉 你可以透過一個插入函數 叫做文字裡面 其實他就幫你轉成文字 把這個轉成文字 那其實顧名思義 文字的話呢 他的 英文就是test 利用它 但是這個test裡面 他需要有一個value value就是他 還需要有個什麼 format test format test 我們前面好像用過這個吧 就是在那個 手機函數 手機的那個範例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三個零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的這個format test 在哪裡 其實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個format test 就在這裡面 按右鍵 除了格式 我們剛剛不是有制定 這一串有沒有 就是format test 所以你就把 把這個form 把它這個 先按右鍵 除了格式把它複製了 再利用什麼呢 在這邊喔 我是第2個 第2種 插入函數的話 使用那個什麼呢 test 這個函數 然後呢你value給他 就他 我要真的幫我轉成那個樣子的話 你就記得喔 把剛剛裡面的儲存格式那個制定那一串有沒有 整個選取 整個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因為他這個不會自動幫你加 加了兩個雙引號之後貼在中間 這個時候他就幫你怎麼樣 做一件事 把這個 42908 就真正的幫你轉成什麼 你現在眼睛看到的 OK 應該了解這個 邏輯吧 所以以後 如果你工作裡面 假如遇到你要去切但是你切不到 奇怪你怎麼切都奇怪他是為什麼明明是那個可是我怎麼去 要抓那些資料就抓不到 那你就記得用這一招 非常好用 工作裡面我想一定會遇到 因為常常也蠻遇到這些問題 當然很多人不知道有這種方式 所以就會 麻煩了 那如果你沒有招可能你要土法煉鋼 做不完的事情 OK 特別叫 這個Test非常好用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真正幫你轉 所以你可以利用什麼 我剛剛講的 插入函數 如果他抓前面三個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Labs Labs 抓這個 不要再抓那個 三個字 106對不對 沒錯 然後呢 再插入什麼 如果中間的話就Middle 所以這邊的話Middle 然後呢 從這邊裡面抓 從第幾個字呢 1234第五個字 抓幾個字呢 抓兩個字 OK 06有沒有按確定 剛剛好就06了 那這邊公式都差不多 再把公式複製一下 這邊的話貼上 這邊應該是 1234 8應該第8個字吧 OK 那這個的話 週幾的話 應該是第 11吧 打勾 有沒有 全部切好了 OK 所以 星期 那個 日期格式 很常用到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不懂得這一招的話 那你真的是很麻煩 當然你還可以用EarMindState去轉 但是你轉完之後還要再格式化 好像沒有這個來的方便 當然兩個方法都最好都知道 一下 OK 所以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請各位在旁邊 針對這個格式 按右鍵儲存的格式裡面去改 改完之後呢 再利用EarMindState 跟那個 這個叫什麼 Weekday 另外一個是用文字的方式處理 Tether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 第一個是格式化 你可以 自由的定義你的格式 所以以後 那個格式都可以拼湊的 那裡面很多很多的格式可以拼湊 那當然這個格式 如果有興趣的東西可以自己再摸索一下 裡面每一個每一個 都有很多的拼湊的方式 他有固定的邏輯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我要把 我看到的 年月日跟週期的訊息 分別分開成四個訊息的話 那方法當然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日期來看 所以用EarMindState 跟Weekday去切割 如果你可以把 另外一個方法是你可以把它當一個文字來處理 所以文字之後你可以用Labs 加Middle 很快可以把它切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工作裡面用到的機率其實還蠻大的 真的你會跟不會 結果是真的是差效率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好